我今天要来做的是韩式的腌肉 我先把牛小排它已经放在可乐里面 放了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就是除了可乐可以让肉软之外 你还可以把一些血水泡出来 然后把它都倒掉 然后洗一洗了以后 先放在旁边 好我们开始做酱料 首先先放洋葱 水泥 还有别的东西要加 但有点难清搅不动 放酱油 这菜很像平感觉 再放一颗奇异果进去 再放一颗奇异果进去 然后如果你比如说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 那你这时候就再放辣椒进去 所以我今天没有要做辣的 所以我就来放胡椒粉 一下椰生姜粉 香油 香油 砂糖是有点个人口味 因为像它已经泡过可乐了 外加我个人喜欢吃咸的 甚至因为我也是甜的 所以我砂糖没有放很多 但有的韩国人会放非常非常多的砂糖 把它搅一搅了以后可以试吃看看 它现在就是完全是咸味 完全没有一点点甜味 跟香油我觉得也有点不够 我刚放了两次汤 我觉得可以再放个两次 OK了 它吃起来就是要咸咸甜甜的感觉 加一点酒去腥 这样我们的酱料就全部都做完了 是不是十分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把刚刚的肉拿出来 把我们的酱料倒下去 这样把肉拌一拌了以后 放到保鲜盒里 好 腌至少三个小时 好把它腌起来 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最快三个小时之内可以吃 或者是你就是把它放在冰箱 想要吃的时候就出来煮一下 煮的时候呢 就是你把它放到锅子里面了以后 盖上盖子 关很小的火 就关小火 然后让它慢慢煮 因为它里面有酱料嘛 会出水 然后肉也会出水 你就是关小火让它煮很久 它自然就会煮到肉跟骨头分离了 那如果你是要宴客 而不是自己要吃的话 你可以在煮的时候 再放一些 比如说剥皮的栗子 或者是做漂亮的那个胡萝卜 然后呢 把它放在一起一起煮 最后要起锅之前 撒一下葱花 放到桌上面 就是很好看的一道小菜哦 牛小排腌了 为什么 维俗